大家好,我是中医郎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胆囊解食 治愈后怎样防止复发 第一个就是饮食 饮食结构合理 饮食要规律 荤素搭配 防止过时油炸烤肉 动物内脏 不要饱饥无度 尤其是晚餐 吃得过饱过油 那就容易产生脂代谢异常 从而造成的胆囊解食的复发 第二个是睡眠 中医讲 阳气入阴则昧 阴阳之间是互根的 同时也是平衡的 良好的睡眠 就会导致阴平阳厉 精神乃至 气血顺畅 周流一身 胆汁排泄收集功能非常好 那么解食也不容易复发 第三个就是调畅情治 肝主怒 而胆主决断 肝胆主输泻调畅情治 如果我们情治易于 而闷闷不落 于寡欢 就会造成肝胆输泻失职 气急不畅 所以造成我们胆汁的成分异常 胆汁的排泄异常 从而会出现胆汁成分的过饱和 形成结晶西出 从而形成解食 所以说情治非常重要 不管工作还是生活 都是快乐的 人只有快乐的时候 情绪在和缓顺大 第四个运动 中医养 动能生氧 氧气就能宣发 宣散 弹湿 那么我们只待些过高 异常 那么我通过运动 宣散 弹湿 那么就不容易形成结块 像是结节 胆结石 肾结石 那么运动要合理 为什么要合理运动呢 过则好气 气好则气虚 为推动气血运行 就会形成预致 所以说要合理的运动 第五点 定期复查 现代医学的影像技术和超声艺术 对于胆囊解石的诊断 给予了很好的帮助 胆囊解石排除以后 前一年 我们要三个月做一次采钞 看看解释是否复方 一到两年之内 我们要半年做一次采钞 而两年以后 我们一年常规做一次肝胆 脾肾仪的采钞 就能看见胆囊 是否有解石的复发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